爹,别怪我 当日我决定背叛你的时候 早已决不容情 你守决心更决 他生命力极强 数次大起大落 最终下场极惨 今天我们介绍不死小强 决心 决心为人轨迹多端 一生都以聂锋为宿敌 可是悟性和聂锋相比相差甚远 决心是九神的长子 在风云击败熊霸 九神入侵中原的时候 决心作为先锋 凭借着精密的计划 迅速占领天下会 秘密秦获了至尊 然后一容成至尊的模样 打算在数日之后 将中原皇位让给九神 九神有个弟弟叫绝天 是念锋的母亲炎莹 和九神所生 九神对绝天疼爱有加 把绝天当成接班人培养 对绝心却是毫无情意 只当绝心是个工具 绝心在绝心面前 也是小心翼翼 吃饭都不敢上桌的那种 绝心被猪皇寝住 绝心毫不犹豫 一套杀拳击中决心 在这时绝心有了反叛之心 但是碍于父亲的不灭金身 和杀拳的威力巨大 他根本无法抵抗 所以他想学会万剑归宗 被把中了毒的吴明提出来 让吴明参悟万剑归宗 为了防止吴明偷学 绝心暗中废了吴明的武功 可是绝心忽略了吴明 顿悟的能力 反而帮助吴明悟出了万剑归宗 而后念锋未救吴明 被绝心寝住 绝心发现 炎映和念锋是母子 要求炎映答应他一些条件 在绝物神的饮食中下毒 炎映不得不从 决心暗中放了念锋 不久绝物神登基的日子到了 吴明揭穿了假扮至尊的决心 不经允等人全有绝物神 虽然破了绝物神的不灭金身 但是还是被爆发强大战役的绝物神击败 之后入魔的念锋赶来 一刀下去 绝物神自知不敌 狼狈逃跑 绝心趁机迷于念锋 将他藏在无神绝功 可是被绝天发现 绝心背后下了黑手 然后让炎映尽早行动 最终绝物神在与吴明等人决战之时 因为中毒内力外泻 被赶来的破军 用杀破狼废了武功 甚至暴夺妻之恨 在绝物神苦苦哀求之下 狠心的绝心结果了亲生父亲 电视剧中 此时的绝心已经投靠了白发熊霸 熊霸从云南下的武功之后 便暗中布局 想要夺得中原龙脉 掌控神州大地 绝心在绝心 表忠心 熊霸受决心为一子 将三非归元气最强一招 三元归一传授决心 便让决心去寻找 被聂锋拿走的龙脉 决心用血远刀 击杀了秦霜 再当给聂锋 然后设计 从聂锋那里得到龙脉 得到龙脉的决心 便不把熊霸放在眼里 可是熊霸交给决心 三元归一是错的 最终因为真气反噬 决心命丧熊霸之手 漫画中 决心的生命力极强 特别能狗 漫画第一部中 决心在失败之后 返回东营 第二部中 决心以无名第三土地的名义 将中原群雄 聚在天下会的三分教场 打算用炸药 歼灭群雄 最终被聂锋使破 将决心打落山崖 决心被东营高手 紫电狂雷所救 并获得了数十年的 大致紫气功力 决心一心想战胜聂锋 来到凌云窟 在一张壁画上 领悟了一套简单的掌法 而聂锋在张壁画上 领悟的是十方无敌 绝世武功 决心自知 悟性远不如聂锋 心灰意冷 无意间在龙心村 得到了一颗龙园 功力突飞猛进 创出浴火不灭身 可以瞬间复原 受伤的身体 在中华阁挑战无名的时候 被无名的一招神魔铜体 剑血扑声 击穿身体 然后瞬间复原 此时的决心 野心再次膨胀 以天锥岛为根据地 招联武林人士 想称霸武林 击败回天锥岛养伤 三个月后 和无敌的一战中 身负重伤 再次回到天锥岛 此时天锥岛 并念封之子一封控制 决心重判千里 只好逃跑 后来决心帮助剑神 研究一颗决绝的心 剑神练成 悬疑十二剑之后 找决心练招 决心再次被打成重伤 石魔乱江湖篇章中 争锋下一战 不经营将石魔核心成员击败 作为石魔之一的决心 未尽全力 迎战不惊云 特别能狗的决心 也是石魔中受伤最轻的 之后决心在无天炼狱 见到了赤爵 并继承了赤爵一身滔天剑意 赤火神功大成 为赤爵完成百年一命 决心拉拢连城志 离见神风萌和惊云道 更是害死了第二梦 义锋为了替母亲报仇 服下宁乾坤 手持大蟹王力战决心 决心有赤爵附身 和义锋打的难解难分 就在这时 赤爵寄存魂魄的赤红神像 被击碎 决心身体里建议迅速流失 不敌一风 决心再次逃跑 只是这次他没那么幸运 被人一身失药 导致功力全失 流落孤岛 被村长敲碎牙齿 绑在石头上虐待 下场着实气散 决心为人心狠手辣 轨迹多端 纵端风云系列 似乎哪哪都有他 跟狗屁高药一样 甩都甩不掉 生命力还特别强 龙猿在不同人身上 会有不同的能力 决心在浮尸之后 经过灼烧 练成浴火不灭身 生命力再次加强 也挺符合决心 不死小强的特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